F-35战斗机,一部分尾翼残片,坠毁的F-35战斗机的飞行员,还是处于失踪状态。 接近一个星期的时间,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成果,就是搜寻到F-35战斗机一部分尾翼残片。 让人疑惑的是,至今尚无法血润失踪的飞行员,是同飞机一起沉入了海底。 还是弹射之后,失踪在茫茫大海之上。 这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以及美国空军吹嘘的F-35的先进性不太一样。 如果这架战斗机,一直同日本空中自卫队的空军基地指挥中心保持联络,或是失事的飞机,同其他三架同时训练的F-35战斗机保持联络。 那么一些最基本的飞行资料,将会得到同步。 当然,还有一个可能,就是F-35战斗机的故障来得让飞行员猝不及防。 根本无法做出任何的操作。 就是资料的传输也来不及。 就直接坠入大海。 日本F-35战机。 日本是F-35最大的客户。 迄今为止宣称的订单,已经达到了150架。 目前尚不清楚这次事故是否会影响到尚未交付的订单。 洛克西德·马丁,已经开始驻守,将此次事故的责任,推卸给日本三陵重工。 因为这款失事的飞机,是由三陵重工在日本组装。 鉴于飞机残骸,已经沉入到1500米的海底。 短期内很难打捞上来。 这对查明事故原因,造成了极大的困难。 这也相当于说,在事故原因调查结果出来之前。 日本方面很难找出回击洛克西德·马丁推卸责任的做法。 必须承担这种指责。 搜寻工作仍在继续。 在坠机事故之后。 每日最担心的事情,是F-35的残骸处理。 1500米深地海底。 以及琢磨不定的洋流。 意味着F-35残骸,可能在没有打捞上来之前。 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因素。 美军不希望他们视为最高机密的F-35的任何一部分残骸, 落入俄罗斯,以及其他对手的手中。 但是局势的发展处在一个难以控制的状态。 最新的信息显示,没有任何迹象显示, 美军和日本之外的国家,试图去搜寻坠毁的F-35残骸。 但是在广袤的海洋中的渔民,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。 美军此前拖延声纳,放置在海中监控水下潜艇。 但是让美军意外的是,他们部署的声纳出现不明原因的失踪。 调查显示,是在海洋上捕鱼的渔民,捞走了美军这些军事装置。 以至于让美军最后打出了声纳无铜这样的提示。 以防渔民为了得到声纳上的金属铜,当费铜处理而捞走。 鉴于美军对F-35的极度重视,这也可能造成另外一个让美军意想不到的后果。 因为重视,所以F-35隐身战斗机的碎片,将可能在全球军火黑市上卖出高的价格。 那可能就会吸引专业的捞碎片的渔民出现。 因为如果捞到相关碎片,可能比打鱼要赚钱的多。 事故海域漂浮的F-35碎片,除了担心碎片的回收,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。 在六个月内,坠毁两架F-35战斗机。 这重创了这款战斗机的使用者。 在F-35生产越来越多,部署的也越来越多的时候。 在前线海域,如果发生F-35再次坠毁的事故。 又将面临困难的碎片回收工作。 如果频繁坠机,那么全球部署的美军基本上别的事情不要干了。 一天到晚的搜寻坠机碎片去了。 这次是离日本海岸线135公里的地方坠毁。 相对来说比较幸运。 但是在未来F-35每次坠毁,都只会在日本的近海吗? 在这样坠毁地点没有选择余地的压力之下。 这个新问题可能会影响F-35的部署和训练。 尽可能距离对手远一点。 进而影响到美军及其盟友的战略战术布局。 再言。